歡迎收看大愛話之 過去在兩岸對峙的時候 我們常常喊著說要反攻大陸 解救大陸同胞 現在是真實實現了這件事 不過靠的是流行音樂 讓大陸歌手可以從台灣出發 反攻大陸去 事實上這些大陸歌手 本身實力也非常好 但是為什麼要透過台灣 來出口轉內銷 我們今天要向台藝大廣電系的講師 傅如陽 傅老師 你好 傅老師他自己不但教廣播 在廣電系戲劇室又教廣播 然後他也當過DJ 而且還得過金鐘獎 也研究流行音樂 先請老師跟大家講一講 我們剛剛說了 這個大陸歌手透過台灣 反攻中國大陸 這個說法應該不誇張 應該這麼說 就是說其實台灣可以算是大陸的歌手 來台灣的一個跳板 對 過過水之後呢 經過我們台灣整體的行銷跟包裝之後 他可能腥味會更濃 回去之後人家看你就不一樣 是這個樣子 我舉個例子 我現在問我台灣藝術大學的一些大陸來的交換生 那我就問他說 你們對於我們台灣的叮噹了不了解 因為大家都知道叮噹是大陸人 是不是 對 結果他們就問說 叮噹不是台灣的歌手嗎 是 所以他們都以為叮噹是台灣的歌手 因為叮噹已經完全台灣化了嘛 對 包括他說話都有點台腔 對不對 跟我們說話我們都分不清楚說他是從對岸來的 對 叮噹是不是他原本在大陸是參加那個歌唱比賽出來的 呃 他原來是駐唱的歌手 駐唱歌手 那他本來就是對於歌唱有他的這個夢想 對 所以說呢 他花了很多時間希望能夠當歌手 那當然也是音樂際會就是跟滾石唱片公司 他們那邊的高層認識之後去試唱 據說七秒就決定了 這樣子 還是這樣子 因為他 歌唱實力很好 應該是不錯 就是那種鐵費嘛 對 其實我覺得你們聽那個叮噹唱歌 我個人的感覺 仔細聽 他的聲音是比較沙啞型的 對 其實並不是大家喜歡那種比較純淨的那種歌聲 那沙啞類型的這種歌聲 其實是比較像我們台灣的彭家惠 鐵費公主 鐵費公主 對對對 然後這種這樣的女生應該是要唱搖滾的 對 可是他們唱片公司又把它包裝成是唱抒情歌曲 也是為了迎合市場 是這樣子 可是像比如說叮噹的話 他本身實力這麼好 或者莉亞莎本身實力也不錯 那為什麼他像叮噹在大陸駐唱這麼久的話 還是不能夠真的出唱片 可是他來到台灣之後的話 就會就會紅 而且現在紅到紅回大陸去了 為什麼就是一定要經過台灣 應該是這麼說 就是說我覺得 這跟唱片公司的行銷手法有很大的關係 今天當一個新人來到你的公司之後 你要怎麼讓他出去 然後能夠有知名度 同時又能夠幫公司賺到錢 他們第一個策略想得很好 就是說 因為這家公司 他們本身就有個非常強的團體 是 是五個字的 五 五月天 對就是五月天 五月天 他們用五月天來帶叮噹 就是母雞帶小雞的方式 我還記得在是2007年的時候 五月天離開地球表面那個演唱會 因為那一次呢 我去小雞蛋也有去看 那我印象很深刻 因為全場都很嗨的時候 因為五月天歌是非常的嗨的這個狀況嘛 每個人都已經是嗨到不行 拿著這個搖光棒啊 然後這個阿信呢 也是用唱一邊唱一邊跳起來 所有人好像都快把那個小雞蛋都掀起來了 然後到中場休息的時候呢 他說為大家帶來一位呢 我的師妹 希望大家能夠聽聽他的聲音 也請大家多支持他 然後呢 在突然之間這個就變安靜了 安靜然後是在舞台的一個角落 然後燈光照下去 就一個女孩子長頭髮 然後唱出來他的歌聲 我那時候覺得 這個女的唱抒情歌曲還蠻吸引人的 而且呢 她面對這麼多的觀眾 她毫無畏懼 她就是當年出第一張專輯的叮噹 五月天就是這樣子把它給帶出來的 其實除了叮噹之外 還有好幾個 包括像李亞莎還有胡夏 我們可以待會慢慢來聊 先透過一段影片我們來認識他們 她是上海姑娘李亞莎 從選秀節目以唱成名 去年打敗謝金燕 秀蘭瑪雅等人 拿下第二十四屆金曲獎的 最佳台語女歌手 那一個階段就是那時候 離家出走的時候 就真的是拎著箱子 然後身上可能就拿了四百塊錢的台幣這樣 然後就這一走走兩年 後來我覺得對我來說更大壓力是 就是簽完公司之後 簽完月之後又一下子就又沒了 就經歷過這些之後我覺得是 有很多東西我覺得是來的還蠻值得的 就我會更珍惜 離鄉背景來台闖天下 盯當是來自浙江杭州 唱紅戲劇主題曲 被稱為偶像劇歌機 大陸歌手流行過水拼台位 反攻回老家 其實這些歌星的話成名都不容易 老師像您剛剛提到 除了說是台灣比較會包裝之外 他比如說如果在大陸得過獎之後 他為什麼有些歌手在大陸得了獎 歌手才得了獎 可是他還是不能夠去成名 或出唱片的機會 可是他來到臺灣之後的話 他就 如果臺灣市場接受之後的話 他就有機會洪回大陸去 應該還是講 這跟您也沒有簽對唱片公司有關係 有些歌手就是時運不計嘛 比如說像我覺得叮噹 他運氣蠻好的 因為他碰到了一家蠻強的一個 滾石嗎 滾石 就是滾石所分出來的湘性音樂 他們旗下有個五月天 那像李亞莎 那他就是屬於前半段是幸運不計 對不對 而且好像很辛苦對不對 非常辛苦啊 是這個樣子 那其實我們剛才前面看到叮噹的畫面 我就記得那時候叮噹 那時候在2007年這個五月天的演唱會說 他那時候現場就暖場的時候 他唱的兩首歌都是五月天幫他寫的歌 所以一個是這是怪獸幫他寫的 離家出走 那一個是阿信幫他寫的 可以不可以 所以說他在台灣是這種模式 那在大陸也是一樣 在大陸五月天辦巡迴演唱會的時候 也是把叮噹帶出來 所以說其實叮噹他的運氣應該算是蠻不錯 算Lucky 因為有一個大牌 就母雞帶小雞帶著他去召總 然後大家就會買他們的單嘛 對 沒錯沒錯 沒錯 愛無幾乎啦 對 不過他好像真正被大家覺得 廣泛的認識紅起來 應該是從那個下一站幸福 就從偶像劇 是 對 來的 這個也是行銷很重要 沒錯沒錯 這個民主剛才講的 我覺得就是一種行銷的方法 我跟你說 其實叮噹他並不是屬於唱這種 抒情歌曲的這個桑 因為他聲音其實還蠻雅的 應該是唱Rock 就很嘶吼的這種 可是呢 唱片公司都知道 其實在台灣 是 女歌手 唱搖滾歌曲 沒有市場 是 你除了早期像蘇瑞 但是蘇瑞後來還是唱流行歌曲 對 阿妹也是因為他用阿密特 才出一張搖滾專輯 要不然他不敢唱搖滾歌曲 所以說他們可以把它塑造成 就是要唱豎情歌 流行的 然後呢 後來發覺到 其實在台灣 大家都很想看偶像劇 是 那偶像劇 其實呢 如果說你也能夠去買 他主題曲 或是片尾曲 或是插曲的這個擺拳 每天不斷地播 那青少年會喜歡看啊 看了之後 其實歌久了之後就變成什麼 洗腦歌 就一直不斷地洗 聽久了就好好聽喔 那就是相對就會聽聽看 這是誰唱的 那當然 叮噹就是由中午方勝的就 出了名 是這樣就靠偶像劇 所以他唱了非常多的偶像劇 包括像這個 這個是不勝美舉 像剛才我們的明珠 所提到的 《下一站幸福》 還有《真愛找麻煩》 《真心情愛兩次鈴》 《真心》 趁現在 《羅斯小姐要出》 還有《藍陵王》 對對對 藍陵王的那個歌曲 所以就讓他很 那再講一個 李亞莎 因為李亞莎 他明明是上海姑娘 可是他在選秀活動當中脫穎而出之後 可是他唱的卻是台語 這應該也是唱片公司的策略 他自己好像不太會說台語對不對 對 應該是這樣子講 李亞莎呢 他之前在2002年的時候呢 他曾經跟一家國際唱片公司簽約 那後來他就是因為製作人突然離職 結果他的心魔就斷了 是這個樣子 那你們都知道其實國際唱片公司 他要擬出唱片 他其實條件很嚴苛的 第一個 你必須真的實力夠強 或者是你參加過歌唱比賽 要不然你就是大牌 你大牌就是說 你當然要跳槽的時候 我就用重金去把你挖過來 他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你必須要具有知名度 那我覺得李亞莎 其實在2002年的時候 他並沒有參加過什麼歌唱比賽 那製作人又離職 所以那家國際唱片公司會不出他 其實可以理所當然 因為你大概沒什麼市場 我們大概沒有辦法就是說 花很多錢去做你 因為國際唱片公司 一個最重要的一個點 就是說 如果你做一張賠一張的話 誰要走路 就是那個總裁要走路啦 所以他們為了要賠錢 他們就必須要就是說 一定要花很多的心 就確定說這張是市場上 沒有問題才會去做它 是這個樣子 等於是那個行銷策略對了 讓他在競爭非常激烈的市場上 找到一個分眾的路線 所以李亞莎他又脫穎而出 被看見了 那這些大陸明星來台灣 可以成功除了造型跟行銷手法之外 還有什麼樣的原因 讓他們可以成功 我們休息一下再回來聊 好 謝謝 小明星 Yesterday 我晚安 了 高天 去 駕駛 HIT 100 大陸 HIT 1 4 2 1 让我从不迷茫 那危机自复的路上 你温暖的肩膀 坚定的目光 反随我身旁 梦想的翅膀 带着深寂寞里 让我勇敢坚强 往前撞 中国大陆这几年可以说 一直想要打造自己的偶像团体 可是始终没有办法如愿 其实我就曾经看过 他们打造陆版的SHE 还有陆版的少女时代 可是都没有办法如愿 到底为什么 可以这样子讲 就是说我们台湾有句话叫做 静妙七神 你是不是觉得外来的都比较好 后来和尚会念经吗 对对对 就像我们大家台湾很多人 都很会风靡那些哈韩 跟哈日士一样的道理 我觉得大陆的话 其实他们在做这个偶像的包装的部分 毕竟在整个的功力的部分 可能这点要跟我们台湾来取经了 你看我们台湾不管是SHE或非沦海 他们他们做的 其实不管是日本或韩国 其实味道都不相上下 是这个样子 那还有点就是 其实大陆的一些民众 尤其是喜欢音乐的人 他们还是比较喜欢 他们自己本土 要实力够强的 如果说是你偶像出来的话 他们就说 其实长得漂亮 长得帅的多了四 我怎么一定要喜欢你呢 是这样 我一定要你的实力 换句话说 大陆的这个乐听大众 他们比较不那么花俏 台湾可能比较视觉取向 可是大陆更重视它的实力 对 没错 其实这就是软实力啦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来看 这是在去年 就是李亚沙 他这个就是得了金曲奖 最佳台语专辑的这张专辑 你看这个包装 你仔细看 像一个什么 像一封信 对对对 像一个这个一封信 他就把它做成是一个手杂的样子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就是唱片公司 会把它做一些包装 那尤其是在人的部分 你可以看出来 他把它做的就是 感觉它是一个很有气质 然后去各地去旅行 然后他把这个 这个还做的像 有点像风景明信片的味道 可以让你去写一些东西 所以说这个都是我们台湾 在包装方面 可以的确是做的是 很吸引人的一个地方 那提到李雅沙 我觉得除了在前面 他之前几年是身不逢时 他想要出唱片 唱片公司 除了是国际唱片公司 然后制作离职 后来他来台湾 他想要出台语唱片 碰到我们台湾本土的华特唱片 后来又因为 经济预算的问题 也没了 他只好来参加我们台湾的 这个超级星光大道的这个比赛 然后呢 后来又去参加超偶 那么参加超偶之后呢 然后才开始呢 就是慢慢打出他的这个名声 因为其实呢 参加这个偶像的这个超偶这样的一个比赛 你可以慢慢累积你的粉丝 你累积你的粉丝 就是在累积你的能量 还是会有很多人 始终会去支持你嘛 是这个样子 所以说我觉得 而且他在唱歌的时候 他可以发觉到 他如果说是唱 他其实本身很会唱 他不管是唱国语的 或是日本的 台语 他都唱得很好 可是他发觉 要在这个比赛当中 出人头地 他必须要想出一招 所谓的 可能是剑招吧 剑招 就是唱台语歌曲 就让意想不到的嘛 对对 你看上海姑娘唱台语歌曲 谁都想象不到 就很有话题 对对对对 所以说他等于是 后面又懂的是出奇之胜 是这样的 老师你刚刚提到一个歌唱比赛 可是像歌唱比赛的话 大陆也办得非常多嘛 一些那个收视率都非常好 可是为什么大陆去歌唱比赛 出来那些第一名第二名 真的成为就是华人流行音乐的那些 天王天后的好像没有 比较少 对 除了在之前是应该算是中国好声音 是不是 超女或者超女 这些人都没有出现 林韵春啊 张亮颖啊 吴莫愁 他是今年这个可乐的一个代言人 吴可乐的代言人就是有四位 对 蔡依林 小朱罗志祥 还有吴莫愁 乃至郭富城 所以说他算是比赛出来 比较受大家瞩目的 而且吴莫愁好像是之前那个 哈林于晨庆 对对对 有带他出来 是这个样子 跟形象包装会不会有关系 像他们的 我们刚刚讲 不管是李阿莎或叮当 还有胡夏 我们刚刚露了讲 他们来台湾 娶到台湾 然后回到大陆 轰回去 过水的过程 很重要的关键 会不会是除了 刚老师讲 那个作品的包装之外 本人的这种形象在打造 会不会是一个 那当然啦 他们通常怎么做 我们台湾的造型师 像就是有个说法 就是说 只要是一些大陆很有名的 一些大牌的艺人 或者是蛮有名的 不管是娜艺或王菲 其实他们来台湾 第一个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先找造型师 给你改头换面一下 重新梳妆 整个衣服 整个弄 要弄出所谓的欣慰识度 之后再来面对媒体 所以他们来台湾 第一件事情是要先见造型师 是这样 我们台湾其实从早期开始 我们就很懂得去做包装 这一块 其实我们就是 我们台湾很难有的一个 所谓的软实力 是这样 那如果在台湾 就是在台湾的音乐市场 被认定之后 是不是他回大陆的话 一个就是一个保证 就是你台湾能够哄 回到大陆一定能够哄 可以这么说 应当是这样 因为台湾有聚焦的效果 那么大陆所有的一些 这个网友 或是民众 他们其实大陆本身 音乐歌唱比赛太多了 所以说会失焦 那台湾反而是一个 很清楚 很大的一个焦点 你如果在台湾哄 在大陆一定会哄 但是在 对 但是在台湾普普通通 在大陆也就会普普通通了 就是这个样子 应该是这么说 会不会台湾的市场 因为我们台湾 各式各样的喜好 大家比较奔放 比较开放 比较自由 各式各样的音乐 各式各样的听众 观众 受众 通通都在 所以只要能够通过这个考验 去大陆基本上就 我觉得明珠说的 非常的有道理 就是我觉得还是 我们回归到最原始的 就是环境 实际上 那大陆毕竟还是 共产国家 是不是 你虽然说他们经济很发达 可能你就把它想像是杜拜一样 不断地去做硬体的这个建设 可是台湾的所具有的就是 我们自由文化的这个背景 用氛围 对对 可以让我们的一些音乐人 或是做包装 做企划人 他们有更 更多的一些创意出来 可是像台湾这种领先的一个优势的话 可以能够持续多久 因为大陆在很多方面是不断在追赶 被人家是资金雄 或可以不断扎钱去做一些事情 他们有的是钱好像 钱不是万能但没有钱 万能不能 对对对对 因为现在不也是这样 林珠说的很有道理 其实大陆就是钱多多 对不对 就像我刚才说像杜拜一样 可是我觉得台湾还是人才积极 因为我觉得台湾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因为最近我还看到我们的陈文倩小姐 她又讲说 我们台湾不要再说是 华语流行乐市场的这个指标 大家要再好好反省一下 就是说我们究竟还可不可以维持多久 其实我相信我们台湾还是 华语流行乐市场的指标 因为我们的人才真的很厉害 你说在前一阵子 几年前有周杰伦的出现 变成了周杰伦的时代 是不是那然后之后有五月天 或者是苏打绿 那你说我们之后 一定会有不断的周杰伦 跟苏打绿或五月天的出现 这是绝对会有的 是这样 要不然新加坡或是马来西亚 他们的歌手 也不可能靠大陆去哄 他们一定要透过台湾 所以台湾还是一个最重要的指标 主要是跟台湾的整个气氛 是比较比大陆是更自由活泼 对 有关系吗 对就是创意啦 台湾的各方面的一个氛围 文创软实力 所展现出来的 不管是人文或是包装 它比较具有国际观 那所打造出来的东西 当然就是会让人家很亮 我举个例子 我在大学 我一些大陆的交换生 我说你们在大陆 你们都会去看谁的演唱会 他说老师我跟你说 我都不会看我们大陆的演唱会 我说为什么 因为都很阳春 那我说那你们都看谁 我们当时看周杰伦跟蔡英 他说因为他们的给我们感觉就是很华丽 很纵观 然后很惊奇 就是因为我们台湾的歌手 不是说只有在大陆办演唱会 我们还会在新加坡 还会在海外各地方巡回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做出具有国际的水准的规模 才能够亮相 是这样 所以说他更有可看性 是这样 会不会我们随着交流越来越广泛 而且很多音乐人就被重金请到大陆去 直接帮他们打造 没错 对不对 那到时候 而且他们学得非常快 对 这种东西要一定的土壤吗 还是真的可以现学现卖 其实是这样子 就好像我记得多年前李宗胜 他写了一首歌 其实我觉得今年李宗胜 他说有入围嘛 对不对 他有看演唱会 其实我觉得李宗胜已经算是北京人了 是不是 那李宗胜有首歌叫和自己赛跑的人 以前我们台湾就是跟自己赛跑 现在是跟大陆赛跑 那在早在这个九零年代的时候呢 可以算 我觉得大陆的音乐是落后我们台湾至少十年 现在已经是齐头在跑了 就像刚刚明珠说的 因为现在大陆有钱嘛 我们就重金礼聘 我们说我们台湾有方文山 我们就请方文山写歌词啊 那我们这个也可以请这个李宗胜就在北京 请他作曲啊 对不对 或是请香港的灵系来填词都可以 这就是说我们是两岸三地重金打造出来的 这个具有国际规模的专辑 他们就是可以花钱去做 请台湾很有名的制作人 比如说金学家谁得了最佳制作 就找那个制作人来制作嘛 对 台湾虽然领先 可是还是压力蛮大的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两岸的流行音乐圈现在流行 让大陆歌手先来台湾过过水 然后才能够依井还乡 到大陆去重新走红 这似乎已经变成一种不败的模式 我们的网友就问了 那有没有从大陆轰回台湾的歌手 老师 网友问的问题很可爱 因为他们都是在凭空想象 希望有歌手是这个样子 但是好像似乎有没有 但是如果说我们一定要说有的话呢 我觉得比较明显的例子就是欧汉申 他跟小朱罗志祥 以前可以算是所谓的四大天王 那时候在台湾普普 后来他去大陆主持节目之后还蛮红的 然后再红回台湾之后 然后才如愿以偿发行他个人的专辑 他算是比较特别 当然我们台湾还有很多的歌手 比如说像林志炫 或是杨宗伟 可能在台湾已经快没有市场了 可是他们也是因为在大陆参加选秀的歌唱比赛 那么再度翻红 他们也可以算是比较特别的 大陆市场也很特别的信仰是 他提供台湾很多一些资深的艺人的话 另外一个更大的舞台 可能在台湾的话他不太有演出机会 可是在大陆的话他们演出机会是不断 对不对 对啊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讲 大陆的市场非常的大 那就像我之前看了一个 一个全能星战 这个节目也是大陆的一个选秀比赛 还是很多歌手 那个主持人就讲了一句话 他说你的想象超乎你的 你的能量超乎你的想象 我觉得大陆的市场就是 你的市场超乎你的想象 因为不管歌手他们去大陆商业 有知名度的 动辄就三百万五百万 单场嘛对不对 对对对对 这个很好赚 因为都是厂商赞助嘛 那你想想看大陆有多大 他到各地方去巡回一趟 他差不多一个房子就回来了 对 是这个样子 对 所以有很多消失在我们眼前的一些明星 他在旦旺的一些明星 可是其实他在大陆 默默地赚了好多的钱 没错没错 享受那个掌声还持续着 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 像我就我就举例了 比如说像第一代登陆的歌手 其实最明显的例子 我记得在一九九四年的时候 那时候我代表台湾DJ 去大陆的广州 参加一个两岸的广播DJ的一个交流赛 是 然后那时候我在机场 我听到的都是这位歌手的声音了 还有他的MV 同安格 对没错 就是同安格 他可以算是最早去大陆发展 非常成功的一个例子 对 而且同安格的 其实你不懂我的 我的心这首歌曲 其实我相信在那边传长度也非常高 那么他在大陆之后呢 就因为成了名之后 当然就是有拍戏 对 那当然他后来拍戏之后呢 大概大陆的姑娘比较热情 所以说他跟台湾的那位老婆 就离婚了 然后又跟大陆的一位姑娘 就结婚了 我在上海遇过他 对对对对 除了同安格之外 那这个也是第一代 在九年年代的时候 这位很有名 齐琴 齐琴 这张专辑就是大约在东晋 就是这张专辑也是异曲走天下 对 还有一个就是这一次呢 在金曲奖当中会献唱的这一位 就是我们的黑色摇滚 苏睿 他的歌也是大陆红片 对 这个也是靠很多歌可以在大陆红 是这样子 对 其实不只是中国大陆的歌手 包括星马的歌手的话 如果说要 艺员歌唱梦想的话 其实从台湾开始的话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起点 对 这也代表我们台湾对于这个 音乐的包容力是非常大的 我们市场虽然小 但是辅射力超强 今天非常谢谢布老师 谢观看的收看 并且继续大人怀之 感谢观看 李宗监 谢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